第八屆精英創作獎 最佳搖滾單曲獎入圍的有 耳朵宇宙先鋒隊 小港羅曼史 老貓偵探社 懶趴火 Soundcheck 美秀集團 The Art of Bullying 霸凌之家 Joanna Wong 長途夜車 晉級的下半場 災火器 石維度中文版 黑訊息 血肉果汁機 喇嘛情歌 忌夢上部 黑色玫瑰花瓣 袁欣偉 大家好我們是 美秀集團 大家好我是貝斯手沛茨 我是主唱狗博 我是吉他手修琦 我是鼓手李威 其實這張EP啊 是我們在美秀成團之前 就累積好的作品 然後就是 就是在我們正式開始表演前 其實就已經有這幾首歌 因為我們五首歌之間沒有什麼關聯 沒有什麼太大主題上的關聯 然後像狗博寫的東西一定就是會有一些香土味嘛 一些比較 比較 可能有點 有些比較是滄桑的慢歌啊 然後也有像那個 懶趴會這種 就是我覺得還 對就是很多台語什麼的 然後很帥的這種搖滾 然後像我寫的歌就是會比較主流會比較龐克 然後其實我們沒有刻意去設定一個風格 可是我們最後寫出來的歌詞內容好像 就都會跟騙有關係 就騙人的那個騙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 我們生活在 很多的謊言當中啊 然後 我們直接把騙這個東西唱出來 其實反而能夠表現出我們的真誠啊 對啊 因為真的騙人的人不會告訴你他在騙人啊 對啊像我們就是很明白 我們歌詞有選吧 就是我騙了你啊 然後 就是 其實這是一種真誠 對 我們是一個探討片的樂團 哪怕會其實這首歌 他的歌詞就是在講一些 台灣在地風俗的東西 然後 這種東西就是 可能就是靠那個聽者去感受他在講什麼吧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寫出來 我其實 我那 這次算是我第一首 就是我寫的快歌啦 然後 就是也是拼拼湊湊的把它做出來 然後 所以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現在 我回頭去看 我其實也是不太看得懂 我也不太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寫出這些東西 所以說 可是 有些 有些 有些聽眾 就是有些聽眾朋友 聽完就會很有感興 然後我就很佩服他們 我都很想要去請教他們 就是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其實我們 我們團 我們在寫歌的時候就是 我們不會預設我們要解釋這首歌在講什麼 但是我們常常丟出來的時候 就是會有人自己去解釋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覺得那也很好 因為我們心裡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 那些人解釋的人 我們也覺得很棒很酷 但是 就是可能 特別是他 他寫的時候 不一定真的有想那麼多 而且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像 我們連有時候問他說 所以 這邊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你自己聽聽看 自己感覺看看 然後我們就會懷疑說 所以你到底有答案嗎 就有可能沒有 然後有可能有 可是他也許他不想跟我們講 或是他可能一個禮拜前去這個答案 然後另外一個禮拜之後 他又升到另外一個層次或往旁邊擴 所以我們都是自己感受 然後靠音樂的那個感覺去彼此傳達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跟憤怒沒有什麼關係 這首歌蠻不憤怒 因為其實我們在解讀 就是規蘭拍會這四個字的時候 也不是用他原本的意思 對啊 就是 我們這個會 比較像是浴火吧 是一種情慾的 對 他不是生氣的 對 就像我們放在網路上那個藍爬會的背景 是很多顏色的 然後雖然藍爬會這三個字 當初李輝設計的時候是用紅色 就這樣亮出來 可是整個感覺畫面不是憤世技術 也不是憤怒 是一種就是多情然後多慾 那種流動那種感覺 欸我們真的是想盡各種詞彙在 在解釋這首歌 我寫台語歌的方式是 就是使用一個網路查詢的一個方式這樣 然後所以 在網路上查台語當然就會出現一些禮語 我反而比較常寫禮語這樣 對 我個人是現在 我現在在做的台 就是如果是有寫台語歌齁 我現在做出來的那個 我會比較偏白話一點的 就是平常公圍在開槓 就是平常會講 然後我們的Keyboard手慣用 他寫的台語歌就是會比較多一些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文字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是剛好去取得一些這種平衡這樣子 我是袁欣偉 大家好我是楊孫真 好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喇嘛情歌在說什麼 他是內南無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叫什麼歌這樣子 喇嘛情歌這首歌就 他在這張專輯裡面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講的是 蒼陽加措這個活佛 就是西藏的一個活佛 然後他的一個 這一生的一個故事 他從一個平民百姓的一個小孩子 被發現他是活佛之後 進到布達拉宮 他跟這個 他姬妹竹馬的女朋友之間的戀情 還有他對於這個 在進入布達拉宮 對於這個政治跟宗教的 那種水土不服 產生的一些故事 所以基本上 喇嘛情歌他是一個比較 他總共九分鐘這首歌 他是一個比較長篇的 史詩型的一個音樂結構 來纏述這位佛佛的一生 這首歌的感覺很多 因為他是一個長篇 所以他的感覺很多 在製作的過程中 我跟楊晨晨也不斷的在 在討論每一段的畫面的張力 跟應該怎麼樣去取捨 他在音樂裡面的地位 這首曲子裡面的地位 我記得有一天 我們在混音的時候 然後楊晨晨說 混音這首歌好像混音五首歌一樣 因為他有太多不同的張力 不同的配器 所以我覺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這首歌的吉他Solo的部分 因為在吉他Solo的部分 我希望塑造一個 把吉他當成蒼陽佳措來描寫 就是說蒼陽佳措這個人 他在當時 他其實 他好像不應該在那個位置上 但是他又在那個位置上 他自己並不是這麼喜歡於 在那個位置上 可是他必須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在吉他Solo的詮釋 跟音符的選擇上面 我們就試圖要把它做成 他聽起來好像跟背景的音樂和弦 不是這麼的和諧 但是他又必須是和諧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設計了很久 所以你在聽喇嘛琴歌 吉他Solo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得到那個 那個對的音不對的音 和諧的音不和諧的音 以及這一段再敘述 喬香佳措跟他的情人 在被追殺的過程 的一些情緒 一些畫面 還有哀嚎 祈求 這些東西都在這首歌的 吉他Solo裡面 有很精彩的表現 那這只是 喇嘛琴歌其中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他裡面還有一些 管弦樂的配置啊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精心設計出來的一些 畫面啟程轉合 我覺得這首歌是非常值得去聽的